男人对家务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婚姻的温度 胡老师的一番剖析显然带给了李先生极大的触动 但在触动之后一家人能否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才是今天调解的关键所在 借着这个时机观察员廖祁玉带着卢女士进入了密室 老师我等你说三月二十五号李克风 他就发亮这个儿子就发亮 是我讲的吗 不不不不 姐姐姐你听我讲 这个仔是你生的 是你养的也是你教的呀 你也讲的 你没看到坑仔 你坐在这里 你对儿子是这样的 现在你好嫌弃这个仔 如果我是妈妈我会这样 仔呀你讲话不能这么讲 慢慢的你的儿子也会变得什么 他会变得越来越棒 索性在听完老师们的劝解之后 卢女士的态度也渐渐有了松动 家卢说 接受他们回去 如果他们能做到什么 你就觉得开心 什么都不要做 不要敢装就行了 这两个人我不心动 我就心动我的生女儿生子 像天底下所有的长辈们一样 卢女士终究还是放不下对下一代的牵挂 而来到密室的另一边 小两口也在寻觅着 与母亲和平相处的方法 比如如果叫小孩子洗一下澡 都要管 是你去你做 我做 洗衣服都会说一点 你是觉得这里不舒服 有时候叫自己老公洗个澡了 也要说 我们不管怎么说 就是在你自己 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是帮了你 对不对 这点是知道 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 能做完所有的事情 你现在也是很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也要考虑到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对 是吧 你说年纪也这么大了 你说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他 做一下子就改变 要找到方法 就跟福老师说成 改变当然也不能只依靠 周女士一人 她也需要丈夫在日常生活中 积极主动的承担与支撑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点 你要去领会到 对吧 你真的你老婆很不容易 不容易 你要帮她主动 她就觉得你分担了一些事情 主动啊 今天我主动了 那她的被子不是我折好的吗 是吧 是吧 那你得老婆要表扬她 我主动啊 我承认我自己有决心 我觉得胡老师说得非常好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要想到她背后的问题 对啊 老师们给出的分析 夫妻俩已经实实在在地听在耳里 记在心里了 而这个时候 廖阿姨也带着卢女士 那个不算要求的要求 来到了小两口身边 为什么她被舍不得孙子 你是她的儿子 是孙子 孙子是谁的 是你的儿子 那你以后就学会控制下自己 好吗 好吧 不吵 你的妈妈就是一个条件 人家没有任何条件 就是不要争吵 她是争吵和难过 就这个条件 为了让夫妻俩学习到 更多处理婆媳矛盾的技巧和方法 我们也专门给他们准备了一件礼物 这个我们金牌条件呀 最近九周年出了一本 幸福二世一问 恰恰就是你们家里的婆媳矛盾 好多婆媳关系 是怎么来处理关系的 这里有夫妻关系 有再婚以后怎么样 有婆媳的关系 你看你们家里全碰上了 值得学习 值得学习 好好学 好吗 好好学习 可喜的是 经过了老师们不懈努力 李先生终于领着妻子 重新走进了母亲的家门 但这场风波过后 一家人又能否真正走进彼此的心门呢 大家一起回到场上 看一下大家现在是有什么样的决定 我想说就是希望大家和我们相处 一家人嘛 回到最初 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不要继续吵 你要我怎么样做你的万一 就是我老公 就是想让他承担一点 做男人的 那基本的那个责任 基本的责任指的是哪些 孩子呢 有时候你也管一点 管 这必须的 必须管 还有吗 我建议你们两个年轻人 真的多听妈妈的话 她发点牢骚啊 就当做老人家 对你们的勉励和提醒 婆婆对你们没有坏心意 你就把她到你自己的亲妈一样去听 我作为她的老公 我妈的儿子 他们两个人的要求 我在福老师面前 在各位老师面前 我可以成了 我都愿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都去做 调解最后 夫妻俩准备复婚了 而老人再度艰难了夫妻俩回来同住 其实婆媳关系出现问题 反映了作为儿子 也作为丈夫 在家庭中的不够独立和原则缺失 在劝导妻子保持尊重的同时 也需引导父母 认清划清 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界限 理解和尊重了这个前提 处理婆媳关系 才能以亲情为心 在家庭中 以和平 代替战争 顶多愿战争 顶多愿战争